Super Sale的策略 給你一點小匯 然後讓你花更多錢 好啦 買了買了 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蘇 我們今天要來玩這個金光閃閃鏡像挑戰 那這個鏡像挑戰呢 全部獲勝的話 可以得到5萬枚的金幣 配合呢 皇室最近出的皇室很會的活動 申請卡牌 金幣和金光點數這個花費只要一半 所以12升到13只需要5萬塊 SR11升到12呢 只需要2萬5 我目前大概八成是滿級的 剩下這些呢 其實主要是卡在金幣不夠 然後不太敢升 當然還有一些卡牌呢 本身就是要的也還不夠多 不過呢 如果能讓牌組呢 有9成都接近都滿級的話 我想是一件滿讓人開心的事情 所以 先把這個挑戰給打完 那後續呢 這個他還是有什麼大禮包的嘛 我可以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再趁這波機會 把牌組直接養成滿級號 有2秒 好 這個8勝 好 我們還有一場 繼續努力 過一個痘痘 皇家幽靈 下一個皇家幽靈 好硬 好硬 但順利的話這波我們反手 可能反而會比較強喔 然後治癒精靈 對方這個野蠻燈應該也要出吧 好 趁這一波奶起來 來 再奶一次 奶的到嗎 很好 這一波可以直接3冠的感覺 好 可以 沒問題 這一場拿下來了 比翔中還要快速 太危險了 這瓊中還要快速 最後一個1萬塊把它收下來 然後之後呢 還會有一個三倍聖水聯賽 不過我想皇室很會 因為上週有出一個 算是潛島活動嘛 就是有发这个卷轴 然后在国外的创作者 这个游戏内呢 有这种弹窗 最后去导出这个 slash royal is coming 不会应该只有这样的挑战 我想后续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 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看这一波皇室上会有什么操作 因为毕竟夜镜很久没更新了 之前有在 这个皇室情报这边 有去讲到说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更新是给老玩家的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只有这样的 这个小小的活动跟 用一半的价格升级卡牌 就可以满足我们 我想绝对不是不止这么简单啊 好所以期待一下吧 期待一下吧 那我这个会在找时间呢 好好把这个卡牌 还有情况短期升满 升来想升什么就升什么 今天大放送啊 超帅 升起来升满 其实我之前把星光点处都 留下来的好处 不小心按到一处了 还不见了 好 交 除了星光等级可以花一花之外呢 我刚把我的金币 就是赚来的金币大概20万吧 全部花完 其实大概也升了大概四五张吧 我就把 蛮羊啊 然后哥布林专地机 记得这个江湖炮车 江湖炮车我也把它升满了 接下来还有一些皇室很会的这个小礼包 Super Sale的策略啊 给你一点小会 然后让你花更多钱 好啦 买了买了 成功 耶 库城一蛮 哦 它这波会直接补起来这一波 嗯 感觉蛮爽快的 大师也可以透过 这个皇室很会啊 升满 好 剩下的这个三万 我留一点钱 我再来思考一下要先升哪张啊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按赞 按钮 通讯小伙伴 我是阿松 我们再见啦 拜拜